如果S是整數的話 S是整數 然後 A跟B是Double 或是其中有一個是Double 只要其中有一個Double就可以了 A等於5 B等於3 S等於0 B等於3 S等於 B除以A 不管是B除以A還是A除以B 這裡 右邊這邊都會變成浮點數 只要有一個是浮點數 它就會變成浮點數 那浮點數的話 到S這裡是整數 它又被轉成整數 所以 這樣的話 B是3 S是5 這樣S就等於0 如果S是浮點數的話 S就變成 5分之3 就變成0.5630 0.6 所以是不一樣的 這個除 它只有一槓的除 也沒有兩槓的除 這個是一樣求餘數 其他都一樣 這是我們的作業 就是寫一個程式 計算一圓二次方成4 兩個十根 我們給的那個A 也可以加B Y 不是 一圓二次方成4 Y 二次是Y平方 加2Y 加3等於0 我們會給這些係數 ABC這三個係數 然後你求兩個十根 那求到 我們給的係數都會是十根 不會是虛根 虛根的話 就要判斷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交if if的話 你會去判斷 B平方減4ABC 會等於大和0 好 那行別轉換 就是我剛剛講的 它會 不同的資料行別 它要做運算 它要 會把它轉成比較長 比較長的 位元素 的資料行別 再來做運算 就是 伏點數跟整數做運算 它會先全部轉成 伏點數 做運算 做運算 等號 過去 看看它是什麼 這套行別 在做 處理 所以整數 A等於3 伏點數 B等於A.5 運算後S是5.5 那S是5.5 就要看S到底是 整數還是伏點數 如果S是整數 的話就是5 它就會變成5而已 所以 A.3 那B是伏點數 2.5 然後A加B 它會把A等於3 變成A等於3.0 再跟B等於2.5 算 就是5.5 5.5之後啊 給S 給S你還是要看S到底是整數還是伏點數 所以它一定要看它是什麼資料行別 在C裡面我們要非常的注重資料行別 那如果你擔心說這個到底是轉來轉去是什麼 你就直接先做資料行別轉換 你在變數的前面加上括號 小括號然後裡面給它資料行別 這樣的話它就可以幫你做強制轉換 不管A是什麼它一定會轉成伏點數 B不管是什麼它會轉成伏點數 伏點數跟伏點數相除它還是伏點數 那我們就要看S到底是 資料行別是什麼是整數還是伏點數 好 所以這裡是A跟B是伏點數 A是4.6 B是2.1 那S呢 是多少 我們還是不知道啊 因為我們這邊一直都沒有寫S到底是什麼資料行別 那不過我們要知道說A是伏點數 B是伏點數 那兩個做運算一定是伏點數 好伏點數做完之後 它會給等號 所以我們可以大概的這樣分 S等於A加B 先看等號的右邊 再看等號的左邊 等號的右邊運算完之後 再給等號的左邊 那最後呢 就看等號的左邊的資料行別是什麼 這樣就可以了 這是我們運算的方式 好 那不過它一定都會先換 換成比較長的資料行別 那如果是字元的話 字元也是純層整數 因為字元是0到25 0到25 或者是-128到127 所以這個A呢 大A是97 那小A是97 大A是65 97.25等號是32 那32 那I就會變成32 所以我們就要知道說 I啊 到底是整數還是字元 那如果是整數的話 你把它印出來 它就會變成整數 如果是字元的話 你印成就是百分比低的話 它還是變整數 那如果是整數的話 你把它印成字元百分比C 那就會看那個百分比C是字元嘛 這字元的編碼是什麼 它就會變成字元的編碼 好 所以這是C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好 那再來介紹C 跟Python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這個地增跟地減運算式 這也是Python沒有的 加加 加加就是 I加加 I加加的話 就等於I等於I加1 就是執行之前I等於2 執行之後I等於3 加加就是加1 減減 減減就是減1 執行之前I等於2 那執行之後I等於1 會減掉1 好 這是加加或減減 那加加 如果你放後面的話 加加就要後面計算 加加放前面 就加加在前面做計算 這個我們小考會考 那大家看得懂嗎 加加放前面跟加加放後面 好 這很重要 這個例子 好 假設 看一下 I 好 I等於5 I等於5 A等於3 這裡I加加 加加放前面就是要先做 所以I會變成6 所以I會變成6 然後6加3變9 所以I變成6 A是9 就是加加先做 如果你加加放後面後做 這個加加放後面 你也可以A等於I加加再加3 這都一樣 A等於I加加加再加3 所以會有三個加 你看它三個加不要太驚訝 不過前兩個加要連在一起 好 然後這個加可以空格這樣 好 I加加再加3 那I是5 加加放後面加後座 所以5 它會先5加3是8 所以A是8 那I本身再加1 所以I是6 這樣OK嗎 可以喔 加加放前面 跟加加放後面 是不一樣的 好 那如果說 好 I加加5 然後我們print fi 好 這樣的話會印出多少 本來這樣會印出多少 對 這樣會印出5 那如果加加放前面的話 就印出6 好 那OK嗎 加加放前面 加加放後面 加加就是加1 減1 加加放前面就是加加先做 加加放後面就是加加後座 好 第真跟第減 所以這裡我們看 我們會考類似這種 我們考試一定是上課這邊講的 或是投影片講義裡面 然後改一下 那個 順序啊 或者是改一下變數 或是什麼 所以 應該是 都是這樣 好 所以這裡 這邊就有連續三個加 X等於Y等於全部都等於0 然後 Y 加加就會加1了 然後Z加加就是Z 再加1 所以 Y跟Z都是1 那X就變成2 所以這裡是2 1 1 然後再來是Y 加加Z加加 好 它放後面 所以先後座 Y是1 Z是1 1加1 X等於2 那 Y是1 1再加1變成2 然後Z的Z本於1再加1變成2 隨之放後面 後座 隨之放後面 後座 好 那這樣OK嗎 那這個是減減 一樣就是等於0 那Y減減 減減放前面就是-1 然後減減放前面就是-1 好 -1加-1是-2 所以就-2 然後這裡是-1 這邊是-1 然後再放後面 放後面就是後座 那它還是-1-1 所以這裡 X還是-2 那這裡挖減減就變成-2 G減減S變成-2 好 所以加加跟減減 好 那就是加減乘除 跟它的輸出輸入 這個 加等於 加等於就是A等於A加2 加等於就是A等於A加2 那A等於0 A加2就是變成A是2 好 B等於B減2 就是 B減等於2 就是B等於B減2 那B B是0 B減2的話 它就變成-2 好 這也是C 這樣是多少 明白 我們要從最後邊來看 如果你有很多個等號 最後邊來看 你把2 把2這個值給C 然後C就有2了 那再看到 乘等於就是C等於C C C等於C 乘以C C 乘等於就是等於C 乘以C C等於2 那就2乘2等於4 所以就是C就等於4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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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D等於3 先把3給D 那這個D D除 D 百分比等於 這個就是D D 等於 D 百分比 D D D百分比D D百分比D D百分比D是多少 一定是1嘛 所以不管是 這裡 是多少 它一定是等於1 好 這是1 除以1等於 那4 4給1 然後再 1等於1除以1 也是一樣的除 反正是等於1 好 好 這是 它的 算數運算 好 再來是位於運算值 位於運算值 也是Python沒有的 不然在Python有交到位於運算值嗎 沒有 好 這位於運算值你們要聽清楚 因為 在計算機組織裡面 會 非常常用到這個 位於運算值 位於運算值 它 箭頭啊 往 右 它就是 往右移 箭頭往左 就往左移 什麼叫往左移 我們要看 1 1 0 0 0 假設 這個 這是二進位嗎 11000 往 右移的話 會變成什麼 就是往右移位 這個呢 假設啊 這是班代 這是副班代 這是學育 這是體育 這是總物 這是懸崖 這一個空位 往右移 班代就掉下去了 好 那副班代就補位 好 那這個是什麼 學育 學育就 有副班代掉下去 有副班代補位 學育進來 然後體育股長 在這裡 然後這裡是什麼 總育股長 在這裡 這多一個空位 因為班代掉下去了 空位的話 是補零 所以是右移 這樣可以嗎 班代 已經掉下去了 我問副班代 好 那如果說左移的話 左移是 相反 好 所以變成總物件了 好 那移 那這裡空一個位置啊 就是補零這樣 所以是右移跟左移 所以 左移的話 是等於乘以二的N次方 你如果左移N位 為什麼 等等 你都沒有follow 好 向左移一位 就是等於乘以二 這樣 對嗎 確定 為什麼 二進位 二進位 因為二進位 所以向左邊移位 本來是 0 0 0 1 那他往左移就是 變成 0 0 0 1 0 這裡 這個是1 這個是2 然後如果是 0 0 1 0 這是4 2 所以往左移呢 是乘以2 然後 往左移N位 就是2的2 就是2的N次方 然後 往右移就是除2 往右移N位就是除2除N次 這樣OK嗎 互關帶也可以嗎 可以 可以齁 這是哪裡會叫 輸入邏輯 還是什麼 肌蓋 還是你們 本來就會了 輸入邏輯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GN基組織非常重要 位移 好 那 這是位移運算子 5 往 5 這個5 往左移2 會變成20 為什麼 會變成6 因為你掉下去啊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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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為什麼會變成6 因為你掉下去啊 13 13 13 1 為什麼會變成6 13 13 二進位是什麼 13的二進位是什麼 這個嗎 好 這是13 那往右移位 1掉下去了 變成0 然後這1 1 0 0 這是2的1次方 2的2次方 2的0次方 2的1次方 2的2次方 所以4加2 等於6 好 所以左移跟右移 好 那我們用這個寫程式喔 好 這是位元的運算子 這個也是派生沒有的 用and 用all 這個是exclusional 就是not not not的話 就是0變1變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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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只有兩個而已 只有兩個數來做運算 這個operator運算值叫做 單位運算值 就是二元運算值 像這個NOT 它只有一個運算員而已 就是單一運算員 united operator 運算值就是operator 這也是針對bit來做運算值 就是叫bit operator 那這個ship operator也是針對一個一個位員來做運算 這些都是用位員來做運算的 所以它是比較低階的 那end 就是一般我們講的 兩個都是1才會1 那all的話就是 其中一個1就會是1 就是bit運算員 tech的話我們 第一周還是第二周周我們後面就會有 好 所以我們就算集合 好 集合我們集合元素是0到8 那你要編碼 假設你的集合有0123 那你的編碼就是這樣 那你的編碼就是這樣 OK嗎 十進位是15 所以 假設你宣告一個x4等於15 就表示這個 裡面有集合3210 那懂嗎 不懂 15 15是不是用8位 8位原是000011 對嗎 0011 這個是第0位 這是第1位 如果有 那就表示說 有這個元素 所以 元素 我們只有8個元素而已 有0到8 所以是8位 8個bit 那個bit 有1的話 就表示說 這個元素存在 OK嗎 所以15呢 就代表說 這個集合裡面 0123 是有的 那假設今天是6的話呢 它集合是什麼 12 是嗎 對 好 如果是0跟3 集合是0跟3 0跟3 那我們的編碼就是9 這樣OK嗎 這是所有邏輯加的嗎 好 那我們就要用這個來寫程式 就是 集合 集合 我們要做集合的運算 Python還有集合嘛 你直接就可以 用Python的集合 set來做運算 那我們今天要寫一個set的 函式 你就要用這個二進位的方式 來做 好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這是編碼 我們要寫程式 就是要 能夠知道 你的問題是什麼 那 轉成程式的編碼會是什麼 所以 一切都要把它變成 0跟1 來表示 好 在真實世界裡面 我們要解決真實世界裡面的問題 可是在電腦世界裡面只有0跟1 那你怎麼樣把真實世界的問題 變成0跟1 就是一種編碼 你寫程式也是一種編碼 我們分析問題把問題變成 電腦可以理解的也是一種編碼 所以一切都是編碼 那編碼就跟你講話一樣 你發出什麼聲音代表什麼意義 就是一種編碼 所以我們一切都是編碼 那我們這邊就是用這種編碼方式 來代表集合 那我們就會做集合的運算 集合的 union 交集聯集 然後包含屬於這些 你要怎麼去運算 好 假設有三個集合S S1 S2 這三個集合 那1是集合元素 你們修理算了嗎 好很好 那我們剛好可以對應 集合應該是離散最簡單的嘛 集合裡面是有元素嘛對不對 對嗎 所以離散不要礦掉 離散礦掉你的機蓋 沒有你的程式設計可能就會當掉了 好很好 就衝你這句話 好所以元素就是Element Element是元素這樣 那 好這樣 好這樣 然後 一條槓 E 小小1 這樣是什麼意思 方答 這個是什麼意思 S E小小1 那是什麼意思 S 是一個集合 集合是什麼 你隨便 一個數字來表示就是一個集合 這個集合呢 最高的 最大的數字是多少 8個比特 8個比特 2的八十 2的十四方是1.24嘛 2的八十四方是多少 64 還是256 256 256 好 所以S最大就是256嘛對不對 S是一個256嘛 它是一個集合對不對 好 那這個1 那這個1是集合裡面的任何一個元素 那你1 這個是什麼 左1 1 左1 1位 1是什麼 0 1 2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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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個嘛 8個 5 6 7 8 好 這個是1嘛 1都前面7個0 再加上後面一個1 對嗎 那 左1 1位 左1位 就表示這個是 這是表示第0個嘛 第一個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對嗎 那我們說我們的 集合裡面的元素怎麼表示 你在那個 在那個位置有的 就表示說這個集合的元素是存在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用1來表示就是說 第0個是存在的 對嗎 那如果1位0個的話 他1位0 往左10 就表示說0是存在的 那如果我往左移1 就表示說1是存在的 往左移2就表示說2是存在的 對嗎 那假設今天我要把3加進集合裡面 就是你要往左移3位嘛 1往左移3位就是3是存在的 那你3要加進集合裡面就是用O 對嗎 好 很好 這個假設集合裡面 集合是等於1 就表示說 集合裡面是有0這個元素 對嗎 那我 把1往左移1位 就表示說 我現在 有一個元素 是1 對嗎 那1跟這個 來 來 all的 是不是兩個都有了 all就是有佔位的一定都會有嘛 那如果說這裡也有佔這個位子 那本來就有也是有嘛 集合的加入就是你本來有加入還是有嘛 那你本來沒有的我加入就是有啊 所以就是用all 可以嗎 好 所以這個呢 這個 就是 把一個元素加入集合裡面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們集合的運算就是 insert remove 看它是交集 連集 看它是不是屬於 就這些嘛 所以我們現在要實做出一個集合的加入 就是 只要用s o 1 左1 1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我再講一次齁 我們有錄影 班長你這樣貼得懂喔 那剩50%是什麼 好 我們有一個集合 好 我再講一次齁 我們有一個集合 因為它 這個集合裡面 只有0到8而已 就是8個元素 我們把它編碼是0到8 那如果說0存在的話 就是地0位是1 其他都是0 這樣就表示 集合 集合 集合裡面的元素是0 這樣OK嗎 所以 s 等於1 就表示說s裡面 是有0這個元素 s等於 3 就表示s裡面 的元素是什麼 0 跟1 對嗎 你跟1不是嗎 3 你跟1才會變成3啊 對嗎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誰的問題 你可以舉手一下 我們點名點一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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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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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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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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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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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蛤?什麼? 那你要回去 那知道 一、二金位是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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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這是一嘛 二金位的一是這樣嘛 對嗎?不知道 二金位你都不知道 好 那 我們西岩跟二金位有相關 對 所以回去要補一下出色邏輯 二金位 好 我們會出很多出色邏輯的東西 我們會出and all and起來之後會變什麼樣子這樣 好 好 那OK嗎? 好 所以 你如果要取二的話呢 那就是一 左於二 這樣就是代表你的元素是二 好 這個是S1 這個是S2 我要把一個element 放到插入S1 或把一個element插入S2 我只要把這個element 跟S做all就可以了 好 所以這是all就是把它加入 那這個element呢 那這個element呢 就是用e e小於小於小於 看這個是多少 所以這個是加入元素 好 那我們要判斷它是不是屬於 所以我們 所以大家 一連擊修基概啊 離散啊 所有邏輯啊 我們都會用到 你要判斷這個e是屬於集合S 就是 所有邏輯是這個嘛 E是不是屬於S嘛 對嗎 好 啊怎麼 你幹嘛喊那麼大聲 有看到這個 有看過這個符號嗎 沒有啊 真的假的 符號有看過嗎 有 沒有 你沒有 上課 好 這個是屬於 這是屬於 然後這是 包含 如果我們要 就是 好 搬帶 這個就是你們搬 然後這是你 你是屬於你們搬 是嗎 是嗎 對 所以我們就是要判斷屬於 這個就是判斷屬於 好 那我要移除 這是 要做移除 這也寫錯了 這不是這樣 我們先看移除 你要把 假設啊 這個是 四之一 然後這是斑帶 我要把它移除 移除的話是怎樣 S移除 移除嘛 對嘛 那斑帶就被踢出 我們斑了 好 那你怎麼把斑帶移除掉 這個就是代表 斑帶嘛 1 小小1 1 斑帶這個 那NUT NUT就是把斑帶的位置 斑帶的位置變成0 其他變成1 然後你再用AND 斑帶的位置0 所以斑帶 本來也斑在這個位置 然後變成0 你就沒了對不對 你就被抹去了 好 所以這AND很厲害 我先斑你NUT再AND 這樣你就 被移除 好 就移除 然後計算它是不是只集合 計算它是交集 計算它是連集 好都可以用這個AND 都可以用這個AND 還有位移運算值來算 那你要印出集合 就是用這個來印出來 那FOR跟IF 我們還沒交嘛 所以這個先跳過 好 所以我們這邊講的是 你怎麼樣對 用一個整數 來編碼 表示一個集合 你怎麼樣去加 把一個元素加到集合裡面 你怎麼把一個元素從集合移出來 那我們的作業就是 哈囉 你去判斷 什麼 還是我們第一週的作業 就叫第一週的作業 我們沒有交IF 我們要交FOR 你不能用IF 不能用FOR來做 你要用這個位移運算值 用AND 用ALL來做 可以嗎 那我就把它加回來 好 這裡加回來了 可以嗎 好 所以我這邊 我只用一行 就可以寫出這個Function 我只用這一行 就可以寫出這個Function 那我們要判斷說 他們兩個是不是交集 他們兩個是不是 是不是連集 然後它是不是屬於那個集合這樣 好 都不需要用IF 也不需要用FOR來做 好 因為我們計算機組織就是要做這些事情 所以你們一定要先了解這些東西 好 所以計算機組織跟計算機概論 跟所有邏輯 跟離散都有關係 所有的你們大一修的這些課 都是我們資工系 非常重要的基礎課程 所以你們一定都能夠了解 再來是size of size of 就是 你要判斷說這個資料行別 到底是佔了多少的記憶體空間 佔了幾個byte 就是size of 你可以去判斷 整數 字圓 浮點數 double size of到底是多少 好 這是size of 這是size of 那我們有基本的輸入跟輸出 拜拜 哦 好 好 保重 好 這是我們要輸出嘛 輸出是htdlo.h 那這是printf scanf 這個還有很多其他 因為我們要寫第一個程式 第一個程式的話 你知道有printf跟scanf就好了 scanf就是Python的那個input 只是它的用法跟printf很類似 好 我們來看 scanf跟printf用法非常類似 它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這裡的參數啊 它一定要用and這個參數 是取出它的記憶體位置 取出記憶體位置 取出記憶體位置 是非常重要的 你在python裡面 沒有任何的記憶體位置的概念 在c裡面呢 你宣發一個變數 它就會定義一個變數的記憶體位置 記憶體位置是在ram裡面 你們現在的RAM 那你的RAM是多大 120G 有那麼大 RAM欸 你有沒有120G 真的假的 一般 一般是8G啊 或16G而已嘛 120G是設備等級的 所以 你的筆電啊 假設8G的話 然後這是00000 然後一直到這個 所有的程式的運算 所有程式的運算 你都要把 變數 配置到機體空間裡面 然後給它值 它才能做運算 這在記憶體組織非常重要 它一定要放在 記憶體裡面 那記憶體呢 就會有記憶體的 位置 記憶體裡面 這邊會有記憶體的位置 你用AND呢 就可以取得 這個記憶體的位置 好 那你取得 記憶體位置呢 也是不會知道 所以 我們 用AND來取得 這個變數的記憶體位置 然後放到SCAN裡面 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 把 鍵盤輸入的值 放到 變數裡面 所以用SCAN F 百分比D 百分比D 百分比D的話 這個是一個 整數的資料型別 你可以一次去取得 兩個整數 就是用這種方式來做 那它 前面 這個跟 Print F是一樣的 你要用雙引號 來把它 刮起來 就是做格式化 你要可以控制輸出的話 5 就是你給它5個空格 輸出整數 如果要換行的話 就是斜線N 斜線0的話 是字串的結束 斜線N是換行 我們只要記住 這兩個特殊符號 就好了 斜線0跟斜線N 就是格式化的控制 輸出跟輸入 那百分比是資源的列印 其他還有很多 那個 輸入跟輸出的指令 像GETCHE GETCHE PUTCHE 還有 GETCHAR 這些都是輸入跟輸出的 不過在我們的作業 假交系統裡面 你寫作用不需要用到這個 你只要用到Print F跟Scan F就好了 那這個我們後面會再介紹這樣 好 最後我們介紹一下那個IF 這個是作業 好IF 這IF跟Python一模一樣 它的差別是在於說 就是Python X的十次方等1024 可是在C裡面不能這樣寫 應該要寫POWER 然後這個POWER 它要用那個Mass 你要Import 好 好 你要include這個Mass.h 這個是做數學運算的 那個韓式酷這樣 這個啊 它可以是X的十次方 可是X的十次方之後會變成 伏點數 那IF 它後面一定要有小括號刮起來 在Python裡面呢 它是不用有小括號刮起來的 然後在C裡面呢 它一定要小括號刮起來 如果只有一行的話 你不用 後面不用大括號 可是如果是多行的話 你就要有大括號 那一般呢 我們為了可讀性好一點呢 你就要用大括號刮起來 好 就是條件判斷 那 它的運作跟Python的 IF是完全一樣的 只是它的語法有一點點不一樣 第一個就是它一定要大括號 就是超過一行的話一定要大括號 然後它這邊呢一定要有一個小括號 條件判斷一定要小括號 然後裡面的指令要有分號 其他的都跟Python一樣 就是IF 這個也是我們的座兒葉 這個應該在上學期有做過嗎 班代有嗎 我是沒有 真的假的 對 副班代有做過嗎 沒有 沒有 我們沒有做過這個 是不是這樣 好 這是ABCS的 這是ABCS的那個 那個傳統的考題 你要輸入棒球 棒球隊隊員打擊的結果 那要計算出你這個隊的得分 如果是安打 那就是一雷安打 二雷安打 三雷安打 四雷安打就變成全雷打了 然後出局就是零 這個是編碼的表示 然後我們會給 我們會給這個測值 我們輸入測值 一零一 一四 一 一的話就一雷 零就是零雷 零就是出局 一是一雷 這樣 所以第一個人是一雷 第二個人是出局 第三個人是一雷 那這樣雷上會有什麼人 第一個人是一雷 我再一分鐘 棒球有四雷 這是本雷 這是一雷 這是二雷 這是三雷 我們輸入 我們輸入三個人的打擊 第一個人跑到一雷去 所以這是一 然後第二個人出局了 第三個人又打一雷安打 第三個人打一雷安打 這個本來一雷的人變成二 然後這裡就是一 所以變成 零一一零這樣 所以變成零一一零 零一零 我們就輸 一零 因為四雷啊 四雷你不會 不會有人大叫四雷 不會有人大叫本雷 你的球員 你的球員啊 只會在一雷這邊帶跑 二雷這邊帶跑 三雷這邊帶跑 你跑到四雷就得一分了 所以你只會有三個數字 那我輸入一零一 你要輸出一一零 就是壘上的狀況 我輸入一四零 這個打一雷 這個打全雷打 然後出局 所以沒有人在壘上 這樣可以嗎 然後一零零 一零零第一個人一雷 然後都出局出局 所以它是一零零 一二零 這是壘 這是壘 我們這邊的假設是不會倒壘的喔 沒有倒壘 所以我們沒有倒壘 那一二零就是 這個是壘嘛 然後這是二壘 二壘就會把一個人推到三壘去 這樣 這樣應該不是零一一喔 應該是一一零 好 這是一零對不對 就這樣 好 這是我們這一週的題目 就是集合啊 還有棒球 還有 BMI 大家可以用西元寫看看 然後再來是 一個 一元二次方程式的根 就這樣有沒有記起來 像四題 四題喔 我們今天還有助教課嘛 有嗎 助教課 我們助教課是從幾點 六點 十分 六點十分 到七點半 好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去助教課 那邊 助教你在那個 一開始你們再講一下這四題 好 再講一下這四題 好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出外邏輯離散不太熟的 要趕快去 去那個 去那個 呼吸一下 你說那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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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